又是一款免费的阴染和过载的插件 非常不错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咱们看的这款插件来自于Kit Plugins 叫做Barrier 它其实就是一个像单块一样的 这么一个过载湿针的一个插件 声音听起来特别的像1176的那种 特别硬核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像Distracer那种感觉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特别官网去下载 我到时候把链接发在下面 咱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插件的功能 非常的简单 这是它的开关 然后呢有GUI 它给你三个颜色 这个颜色对音色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呢它有低切和高切 这个对于你音色的这种shipping 这种控制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下面很大的一个旋软 从0到11 给你非常多的过载的声音 从慢慢一点点的音染 到非常过载的音色 然后呢下面有mix 干湿信号混合 接下来呢有link 它这个link呢实际上是 把这个圆钮和这个output连在一起 因为你增加过载的时候 你一定会增加很多的斜波 或者很多的消波 那你音量一定会增加 所以呢它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推这个的话 output会降下来 所以是这样 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听一下 这个插件非常简单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可以讲解完 我一般呢会把它放在鼓上 我觉得放在鼓上可能是最好 当然你如果用吉他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能做出一些不错的效果 或者bass放在人声上可能不会太合适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烈 所以呢我们很快来听一下 他在鼓上面的声音 现在是没有的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过载了 就是你听到嘀咕的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裂开了那种感觉 他这个高切低切非常的有用 你可以拿它去控除音色 但是你可以用自动化曲线去写这个东西 比如说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它在回的时候 就跟你自动化曲线去走 所以呢非常非常好用 简单 如果你把它放在整个鼓组上 大概是你需要那种效果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能够把它放在单一的乐器上 比如说只放在均鼓上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在这里边呢 我只是把它放在了均鼓上 然后呢 用他的一点点过载的音色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是没有的 你可以甚至用这个均衡去控制 你到底希望能够有多少这种色彩或者音染 因为我现在是用一个发送轨 它是并联的一个关系 我会把这声音混在一起 没有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觉得对于一个免费的插件来说 它的音色还是相当不错 特别像1176的那种过载的那种音色 有一种那种硬件的那种 硬销波的那种感觉 声音比较的炸 所以呢 它可能适合一些比较夸张一点 跟它的名字 从它的名字也能看得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去下载一个 可能在你的婚姻项目里会经常用得到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